好了就结束你们的拷问 准备好面对媒体 即将带团前往台北出席城市论坛的沙海林 对自己的统战部长身份做出说明 不是去战 战 统战统战嘛 老看后面那个战 不是去战的 不是去战的 因为我们台南的话来讲 你们刚才讲叫凶 凶战 凶战 是这个战 不是前面那个战 不过对于是否会涉及到敏感的政治话题 以及九二共识沙海林委婉中又坚持 不是外交活动 不是搞外交 而是什么 而是骨肉同胞的团聚 这个基础实际上就是对两岸同属一中的认同 也就是九二共识的这个本质 我们这个民进党这个对这个问题没有回答 没有回答 这个那我们就很难这个深入的进行交流 强调自己是第十二次前往台湾交流 却是第一次因为统战部长的身份受到质疑 面对可能如影随形的抗议人士 沙海林早就有心理准备 很难做到的就是他要骂我 我要笑我 蛮难做的 但是我是这么觉得如果遇到这个情况 这个只能说明我们焦虑的还不够 首次邀请台湾媒体来到统战部进行行前的说明会 就是希望在城市论坛之前化解两岸不必要的疑虑 以上是东森新闻记者 岳家宪苏日红 我们在上海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